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中央社在4月5号援引一个外电 那它的新闻来源 应该是从香港发出来的 它叫做综合外电 那它的标题是这么下的 它说控制疫情不靠专制 CNN说民主国家如台湾 也可以做得到 重点是在于它说 有两个要点 它第一个要点它说 它说在1月26号 中国大陆对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跟澳大利亚 都是只有四例 台湾跟澳大利亚的人口都差不多 就2400万 那台湾是2300万 这样的一个 当然2400万是我说的 我在强调 因为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媒体 给大家搞得大家都紧张兮兮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重点在于 反正就是台湾是2300万 但是它澳大利亚大概在 人口数跟台湾差不多 两个都是四例 可是到今天 澳大利亚已经突破了5000例 台湾是大概在300多例左右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它的结论是说 它说这不是澳大利亚做错了什么事 而是台湾防疫得宜 所以不用靠专制的 如中国大陆这样的 那么严格的封城 也可以做得到 这个推论是有点奇怪的 为什么说新闻院这个推论有点奇怪呢 民主国家如韩国 它对大丘也实施封城了 民主国家如 这个法国 它本身对于巴黎 法国本身也都开始实施 他们的这些 人员的进出的严禁的一个管制 民主国家如这个英国 他们也实施了什么的 叫做你每个人要stay in home 在家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那如果居民不接受 走出去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军警人员在街上巡逻了 那如果有人在街上 没有目的的 去做些什么事的话 他们要开始开罚单 要记忆惩罚了 这些都是民主国家 美国是民主国家 灾情情况非常的严重 三十几万例 四十万例 就这样子不断的飙升 当时这个西方的媒体一直在炒作韩国 说哇韩国表现得好棒棒 韩国本身真的是一个楷模 韩国告诉你说 民主国家都可以做得到 不见得只有中国大陆才能够做得到 可是现在韩国破万了 韩国到目前为止 疫情没有办法完全的控制 已经破万了 美国更严重 美国也是民主国家 三十几万了 那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人怎么做得到 当时这个文章的推论是说 可能 可能 我们用可能 或许 大概 因为台湾没有在WHO 没有在世界卫生组织 所以台湾反而做得到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推理的话 那它有两个指涉 第一个就是台湾根本不应该加入WHO 那你美国还说 你要全力的帮台湾加入WHO 那不是要把台湾推入火坑吗 这个逻辑很奇怪 那也就是说因为台湾不是WHO的会员国 所以台湾做得到 那这样的话你美国的国会议员跟我们的总统一直说 这个我们要加入WHO 这不是相悲道而止 所以到底是因为台湾不在WHO 所以台湾做得到 还是不是 那这第二个指涉就是说WHO是世界祸乱的根源吗 是叫如此吗 如果按照这篇文章这样的一个推论 或者是说有这些 这个所谓的学者专家是开玩笑式的还是真实的 他们这样的一个推论 这个对WHO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指控 所以WHO要不就是进行严格的重新整顿 要不就是解散 因为这个组织等于是危害世界 那这个很奇怪的指控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这个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社会 应该要去证实这件事 已经有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我再强调 所谓的专家 说应该 要不就是因为台湾没有在WHO 那要不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推论出来了 那就是WHO有问题 好 我们来问一下一个几个问题 台湾怎么做到 我记得台湾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防疫单位 他非常有自信的说 我们的所有的防疫物资都够 我们有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们的民众不用担心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够 那苏贞昌在这个时候 他说我们的口罩 就是不给中国大陆 就对大陆示出一个 非常不友善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赖金德也看不下去 赖金德说应该站在人道的立场 只要我们够用 那能帮的还是要帮 好 这是赖金德副总统 跟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的步调不一致 那因此呢 刚开始武汉封了 台湾由于对于大陆的 尤其是民进党政府 应该是这样讲 不是台湾 民进党政府 那对大陆的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不但口罩不给 而且第一时间 马上对于大陆 开始进入这种很严厉的 一种更大的措施 也就是说 他对于大陆的这些人到台湾来 或是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留学生 台湾的观光旅客 在大陆的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他的管控是比较严的 严于其他的所有的国家 包括韩国 日本欧洲美国等都很严 他是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对于中国大陆 那最严格的标准 对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就等于是阻绝了 中国大陆的 还有包括台湾 包括我们的旅游的人 包括这个刚好 英工 那个到大陆去洽工的这些人 反台都受了比较严格的 一个管制的时候 台湾那个时候出现一个争议 什么争议呢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这个争议从1月一直到2月 我想到今天为止 可能我们的观众 在媒体上还有看到 当时有一些医生 一直呼吁不要戴口罩 那他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解释 说当时是当时 现在是现在不一样 那问题就在要不要戴口罩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 我们的口罩不够 我们的口罩的生产制造量不够 但是当时的 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 告诉大家说 我们有万全的准备 什么都够 那可是真正的情况是不够 真正情况不够 又不能够让老百姓 真正知道说 他当初讲大话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只好在争论 要不要戴口罩 可是台湾的民众 管你争论 要不要戴口罩 台湾的民众 高度警觉的人 口罩就戴起来了 因为台湾的民众 平常就有戴口罩 有一部分的民众 平常都有戴口罩的习惯 也就是因为 有一部分的民众 平常有戴口罩的习惯 他会储存一些 适量的口罩 所以当口罩 开始买不到的时候 那有很多的民众 他其实家里 还有一些储存 他们就主动戴起来了 这个主动戴口罩 而不是政府严令 要不要戴口罩 这很重要 因为第一个 先第一步就主角 第二个 台湾有强大的 SARS的经验 民众知道自己要洗手 请洗手 少跟人接触感染 所以是民众自动自发的 当政府的官员 还在争论不休 要不要戴口罩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 已经自动自发的 开始进行防疫的工作了 那由于对于这个 大陆的严格的 这是民进党政府 做的严格的封锁 所以呢 大陆的这些 而且不要忘了 在过年前的时候 有几十万的台商 回到台湾来 他们并没有带来 这些 这些疫情进来 没有 所以台商对台湾的 贡献是很大的 再来一个问题在哪里 也就是说 当到今天为止 我们看到蔡英文 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 只要是社交距离 没有办法维持的 他就把口罩戴起来了 但是苏贞昌 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的团队 除了林家龙以外 其他的都没戴 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质疑说 长官 蔡英文都戴了 你做部署的 苏贞昌的团队不戴 这代表 到底要戴 还是不要戴 在台湾现在 还在争论 陈时中的回答说 他们比较特殊 他们特别的人 那所以他们 可以不用戴 这个对台湾的民众 又觉得很奇怪 到底该戴 还是不戴 但是台湾的民众 其实不太管理了 我自己就戴起来了 因为这样子 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看到 当台湾的防疫 到目前为止的时候 从本来都是 几例几例几例的时候 现在突然间 这段时间以来 两位数字的成长 两位数字的成长 一百 两百 三百 四百 这样的一个成长 大家就发现说 都是很大一部分 从境外进来的 从欧洲 从美国 从海外进来的人数 也在增大 可是问题是不明的人 也开始有在 云影越约的增大了 其实台湾的民众 内心里面 是有一些隐忧的 但是如果防疫中心觉得 我们有隐忧 那在这个部分里面 还是要提高警觉 戒身恐惧 这样会比较好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事觉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